记者黄中山台中报道,中兴大学教授庄秉杰在脸书贴文,这几天看到台中许多朋友一直贴文分享看到台中蓝天的喜悦,希望明年张头朋友也可以有同样的喜悦,并期盼明年空屋寄来临时台中火力发电厂能有五不燃煤机组碎修。 台中市政府说,中火申请九部机组站延许可环保局三减中火五百万吨生煤许可使用量减幅高达百分之二十四,创下首次核减生煤的记录。 张秉杰教授帖文说,如果国家愿意好好因应中南部民众对好空气之需求,应承诺明年空屋寄台中电厂增加至一半五部的燃煤机组碎修,加上如果中龙钢铁可以深做表率,设法对各项污染物深度减排,以及中张头加燃煤,燃油锅炉可改为天然气,相信明年彰化及南头可以呈现出东蓝。 中市府说,中火11月6日提出九座机组的许可振战延申请,单位提及生煤减粮,被环保局推荐,环保局11月24日接获得补证资料,考量国家电力发展规划及台电电力调度特性等因素从严审查,决定禁与核定,但生煤许可总量由每年2100万吨减至1600万吨。 燃油锅炉改为氧气部分,市府补助最高50万元,促使业者将中油锅炉改为氧气,此外也促成无日啤酒厂三座中油锅炉改氧气,期盼台中的经验可以推动到全国,共同维护空品。 市府也从高污染的柴油车及二行乘机车着手,除了执行柴油车路边蓝检,目测探烟以及不定期机车路边蓝检及未定检机车车牌辨市机查外,对于民众检举乌贼车和车辆清白烟的检验予以严格执法,同时鼓励开换老旧车辆。 在淘汰二行乘机车方面,103年台中二行乘机车输为30万2550辆,至106年9月为止减少至14万9204辆,106年市府更特别编列7100万元,并在与中央合理加码2000万以落日条款方式加强推动。 至今年10月底,申请补助淘汰二行乘机车及太旧换购电动机车计28861辆为六刀之官,推估每年减少。 下午2,5达11,9公盾淘汰大型柴油车方面,台中市在105年太换1,2级老旧柴油车达4337辆,为全国第一。 今年已向环保署争取到第一期补助经费6242万元,将鼓励派换更多老旧柴油车维护空气品质。 市府强调,在大家共同努力下台中除下午2,5年均值逐年改善,距离国家空气品质标准15维克越来越近,俗称此报的下午2。 5超过71维克天数也大幅下降,从103年的87天下降至105年的50天,今年累积至11月共19天,显示市府推动空污管制工作已逐步显现成效。 5超过71% 5超过äd禁止 HC